她是一个身高62厘米的袖珍女 她是一个近乎失明的盲人哥 他们坚信彼此就是对方的唯一伴侣 坐在轮椅上就是人称袖珍女的叶青 在身后推着她前行的就是她的男友伍登祥 这里就是叶青最近才申请到的连租房 一套只有49平米的小户型房子 看得出来叶青非常高兴 她有了属于自己的爱的小屋 男友伍登祥承揽了所有的家务 忙里忙外叶青则说 她自己更像个监工 在一旁指挥着她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看一看 看一看一看几道吗 几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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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几道 三道 几道吗 几道一道 几道吗 这苦苦的 苦的 够了 我找多了 找多的 有人觉得老张国的关系不好过的 他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吃一个蛋糕 我说好好好 那些给他处理打好多份 打好多份了 吴登祥 你做看一句话 我得打好多份了 你说嘛 我得打50份 20份嘛 叶青比吴登祥大两岁 叶青今年43岁 吴登祥今年41岁 他们都是第一次谈恋爱 叶青性自急 而男友吴登祥 总是处处让着他逗他开心 对于吴登祥的表白 叶青觉得过于唐突 毕竟相识才短短一个礼拜 尽管遭到了拒绝 吴登祥并没有觉得难过 也没有灰心 反而加大了对叶青的关心 每天都给他打电话 关心他的饮食起居 叶青也觉得这样的感情节奏刚刚好 直到有一天 这个天天准时来的电话 竟然没有响起 叶青才着急 一天 两天 三天 叶青就这么守候在电话前 从天亮到天黑 终于有一天 按耐不住的叶青 第一次主动拨打了吴登祥的电话 但是这次接电话的却是吴登祥的老板 介绍他们认识的人 告诉记者 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都选择不计较 因为他生存的法则 就是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 做人何必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 而他能够这么积极乐观 和他喜欢的偶像李柏青有关 今天叶青的好姐妹 同样是秀珍女孩的谢雪梅 来到了叶青的新家看望她 这次是叶青搬进新家以后 谢雪梅的第一次造访 叶青的男友吴永亮 开心地带着谢雪梅两口子 到处参观 叶青比谢雪梅长几岁 细看俩人还真有几分相像 不少人都曾误以为 他们是亲姐妹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两人也特别亲密 参观完房间后 俩姐妹迫不及待地 说起了悄悄话 叶青第一次去婆家 婆家会接纳她吗 一个冬天里的童话故事 能否迎来春天 婆家人东一句西一句 梁在一边的叶青插不上嘴 在她看来 五灯香的家 和自己想象中的家 也大不一样 我家的房子 看起到处都是坑坑那些 坑的老虎 你开始有没有想到 他们家的房子 我以前以为 她的房子坑的 还是小的 还是坑的 你看她那屋的 最后五灯香的六弟 干脆把五灯香 拉到了一旁 进行劝解 因为在她看来 恋爱和婚姻大不相同 没有能力 根本承担不起 家庭的重任 万一照顾一下 你一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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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要打得住要结婚了 你就没点万一了 我的意见 你听不听这事 这种我自己的意见 你还是送她回去 等她们妈找看 你还是住你的活路 你一会儿心情 就陪她刷一点 你照看她 这不是两全清 这不好的 你要过得有点来 你看哪里 我都觉得 你这儿快要住到 你往下哪 我没想 咋整呢 二节五灯穷 性格直爽 最后干脆 直接和叶青 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把心里的顾虑 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随着眼睛的增长 你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 那只要看到自己了嘛 看你自己了 看到自己 就是能不能 中午得下去 不是那意思 随便那个孩子老了嘛 是嘛 就算就是正常人 老了嘛 眼睛也上去了 眼睛也会不好嘛 别说她眼睛还有病 老了呢 把老了 你注意事 以前的迹象 那么多有干啥做 叶青迟迟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把问题抛给了男友 吴登祥 在吴登祥的家人看来 叶青和吴登祥 一直沉迷在热恋期 根本没有用心去考虑 将来可能遇到的 诸多现实问题 吴先生 他这个家里人都担心就是 假如说他现在 势力还能看得见一点点 但是万一随着 他年龄的增长 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还能跟他在一起 肯定嘛 肯定要在一起 自己都照顾不了了 谁来照顾你 那不得了 一头看不得了 一头看那些 全部能不能把自己照顾 对呀 全都全部照顾了 我们的很多 很多两天都是全部 因为几乎给你看不见了 纯粹是光明人 那实力都没跌落了 让他一旦可以生活下去 看到叶青和吴登祥 这样的坚持 在一番协商后 吴登祥的家人 最后终于同意 他们在一起生活 不是说是 打击你 留会你 就是让你要自己思想上 首先有一种 你要有个成熟的考虑 要做一种准备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当时说的 你叫明天要干 希望吴哥 我主要是希望他能把他自己应该尽到赞人做好